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叶隋就去年人大的立法工作中美贸易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张叶隋说13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 仅仅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切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加快立法步伐实现了本届立法工作的良好开局 去年依次大会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监察法通过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事项四件 常委会制定法律八件修改法律47件次 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九件 依次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利的宪法保障 大会制定的监察法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责权限等做出明确规定 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构建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有关中美贸易谈判张叶隋表示 今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 同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我认为两国关系保持稳定与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那么事实充分证明中美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张叶隋说 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致力于同美国实现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同时将会坚定的捍卫自身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方面 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存在差异分歧十分正常 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对立对抗 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的利益已深度地交织 我认为一个冲突对抗的中美关系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另外用冷战的旧思维来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问题 是肯定没有出炉的 关于中美经贸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 双方的经贸团队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密集的磋商 在双方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上 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两国和国际社会 对此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我们希望双方继续抓紧出伤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